听到女儿陈怡还原 遭当街报答的过程 前北市议员陈雪芬 在以按捺不住情绪 坚持走到女儿身边 你没有错 你讲这个 我同意没有错 陈怡压抑得满腹委屈 这一刻直接溃题 母女两相拥哭到全身战斗 让记者会足足中断一分钟 但是我妈妈她心里承受的压力 比我还要大更多更多 她那么的担心我 可是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想要讲实话 让我自己的妈妈担心了 但让陈怡最难以理解的 竟然是疑似公开发言 光天化日遭人狭怨痛殴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个人 跟我一样在承受这样的暴力对待 讲实话本来就没有错 我妈妈告诉我的 我妈妈说我没有错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被暴力对待的时候 该道歉的是我们 该被谴责的是我们 为什么 加上半个月前网红Toys 才因为嫌醋犯难吃 被超派铁拳打到浑身伤 很多人都说你被打活该 谁叫你平常嘴球 打得实在太好了 普天同庆 请问像你们这些言论 对我们来说 难道不是言语暴力吗 不满网络酸民性灾乐祸 毕竟过往馆长 数大招风尽惨被近距离 敛开三枪 大家看到我们这样的下场 以后还有谁敢说真话 如果今天我就算有错 也应该是用司法来审判我 不应该是这样的私刑的对待 所以我今天站出来 我强烈的谴责暴力 网红遭遇暴力 接二连三就怕引发寒蝉效应 沉溺硬起来 这一次绝不忍让 近新闻 郭一鸣 徐荣